康熙皇帝 康熙大帝宾天,藏于青东陵,紧紧挨着顺治帝的陵寝,是清朝的第二位帝王墓。然而,在两百多年后,这座承载着清朝皇帝历史的青东陵,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盗墓事件。 以孙殿英为恶手的军阀,为了摊墨钱财,用炸药炸开了康熙的陵寝,盗取了大量的金银珠宝。 而就当孙殿英准备到康熙墓的时候,地下突然离奇冒出很多的黄水,迫使孙殿英不得不选择撤退。 这一次,孙殿英一伙很幸运,只有少许人死在里面,但已经触碰了机关。 后来又有一批盗墓贼进去,全部死在里面,机关彻底被触发。 再后来由政府专业的考古队试着发掘,发现墓中水深于二尺,水上漂浮着康熙和陪葬者的骸骨。 最神奇的是,考古队用尽一切办法都没有减少分毫,为了确保安全,考古队放弃发掘,而且从此禁止对外开放。 说的是为了保护文物,但有另外一种传言,说康熙警灵的怨气太深。 当然,这些传说只是封建迷信,不可禁信。 至于历史的种种传言,我们无法查证,只能当作趣闻聊聊。